闲置多年的杂草重生的三支区新华营区 里长多次提出活化需求 立法委员李孙林就邀及了水保局、区公所以及里长县地会刊 听取地方规划需求 未来渴望由水保局挹注拨砍诊件的经费 以及区公所的预算 营造新华营区成为铁马驿站以及休闲园区 三支区新华里101甲县道旁的新华营区 闲置多年杂草重生 为了要发展当地的观光以及休闲产业 里长多次提出活化的需求 近来终于传出好消息 立法委员李孙林为了要活化这个闲置的营区 邀及水保局公所以及里长县地会刊 听取地方规划需求 未来也渴望由水保局挹注博刊诊件的经费 以及区公所本预算 营造新华营区成为休闲园区 这块营区经过几年很冗长的时间 也经过李立委来争取这块 也很顺利的我们争取到了 第一期也施工了 相对的我们营社 还有一些剖砍的问题 营社的话等于是说 公所他一个主预算里面 他也准备兴建 那相对的有一些等于是说铺砍 还有一些铺面的建设 那需要水保局的支援 我们新华营区非常谢谢 那我们也去争取我们中央水保局 给我们经费补助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将这里 能够打造成一个铁马的一个驿站 那后续整个经费的部分 我们也非常谢谢我们水保局 给我们相关的经费的驿注 我们希望说我们在未来这段期间 我们先进行房市的整修 和公厕的部分的一个修缮 那后续再配合水保局的经费 我们再针对整个铺面跟拨砍 还希望达到这里能够成为一个 新的一个铁马的驿站 新华营区顺着山壁 共有三层空间与建筑火化 将从最底层开始着手 预计将要打造集合铁马驿站 与休闲空间的圆区 邀吉社区居民进入市集 另外营区内的建筑体 可以说是经历多年 依旧是相当稳固 因此活化的同时 也将与树木一起保持原有的风貌 让营区的文化保存下来 新华营区在我上任的时候 2016年就和渡国征里长 一起争取成功 那因为这个铁马驿站 有经过我们巴拉卡 那就是希望说 可以借由这个新华营区的活化 让这个喜欢骑脚踏车的朋友们呢 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休闲 或休闲地方 透过今天的会看呢 那也成功的向水宝局争取到预算 那我们要来做这个第一阶段的修缮 那我们第一阶段的部分呢 也会把这个农夫市集 以及我们的洗手间 还有这个整个公园的意向 可以来做完成 那我们也希望说 可以尽快地把这个 新华营区完成之后 让大家能够来这边休闲参观 101甲线道也就是巴拉卡公路 假日总会有自行车运动的爱好者 其自行车运动 另外每逢阳明山花季 或是山枝樱花季游客 更是若已不绝 因此立委与里长也期盼在新华营区 逐步活化之后 能够让更多的民众游客来驻逐 让社区的产业发展 也让山枝的好风光被看见 记者平和山枝采访报道